这样,薪水一个月就... 一千一百啦! 蛤? 你们是不是也是有试过刚讲那种情况咧? 心里面OS一大堆,最后还是吞回进度之面 这样子,我们究竟该如何回答 Expected salary 这个问题? 才可以让我们新公司有一个好印象 又可以拿到合理的薪水呢? 每一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行情价 只有你知道你的行情价 你才不会被你的新公司牵着鼻子走 你一定会问我 我身边有没有人跟我通行 我怎样懂我行情价是多少哦?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Google搜索一下 Salary Guideline Malaysia 2019 再搜索你的行业 你就可以知道你应该提的薪水要多少 这样子,你提出的薪水才会合理、逻辑 也比较容易提高你被新公司聘请的几率 HR太早问你关于工资的问题 你答又不是 不答又不是 如果你还在面试初期 然后又想了解关于更多这份工作的详情的时候 你可以先拖延这个问题 之后才会回答 这样你的Expective Service要多少呢? 在讨论这个东西之前 我可不可以先知道这个工作的工作职责是什么 我觉得我知道了 我比较容易可以讲出一个合理的理想公司 你是不是也烦恼过 如果把薪水设定的太高 可能会吓跑人家 或者人家会觉得 这个人很像对自己的能力过分自信 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给自己的薪水设定一个range 然后给对方商量的机会 这样我们得到这份工作的几率也会更大一些 OK 大致上你工作需要做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你的Expective Service是多少呢? 我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行业的薪水啦 然后也根据market price 还有我的能力来考虑 我觉得我希望我可以拿到2300到2500这样 当然啦薪水方面还是可以调整的 OK 大概这是你工作需要做的东西啦 所以你的Expective Service是多少? 根据我的工作经验还有我的能力啦 我的薪水大概是设定在 4500到4800左右 当然啦 关于这方面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商量 对啊 不要忘记带你前公司的PaySleep 来确保你的New Salary 不会比前公司来的更努力 更多的工作机会 欢迎浏览我们的website RiceVolt.my 如果有任何想法意见或者问题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下个星期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